在今天封面雲帶 逐漸的接近台灣北部的海面 許多朋友都感受到了 比較明顯的降雨狀況 但明天封面帶剛好要接近台灣 局部地區仍然有些鎮雨比較明顯 幾件事情要提醒大家 第一個要特別注意的就是 水溝的疏通了 許多地方的水溝 你如果沒疏通 這大的雨試一下 你就看到今天 有些地方造成了一些積水的狀況 就是因為垃圾 樹葉堵塞了水溝 請你趕快把水的溝疏通乾淨 封面影響時間 可是有一個禮拜的時間 甚至長達一個多禮拜 但雨的部分不是天天的下 但是有時候雨來的可是又大又急 那你當然雨區行車 可就要特別的注意到安全了 另外在山區的朋友 都容易會有濃霧的狀況 低空雲層的影響 山區活動的朋友 都要特別的小心 那如果爬山的朋友 請你趕快下山 這個禮拜山區非常的不穩定 不要在山區停留 會比較安全 那一挖地區的朋友 要盛防淹水的現象 可能在週四 週五的時候 比較強的降雨進來 就會有機會出現 我們再來看什麼 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的整個降雨的狀況 在今天白天到目前為止的話 中部以北都是有雨 雨的部分 在今天中午之前的時候 比較明顯 而這一波雨是到了 今天下午以後緩和下來 但現在晚上 外海又有一些對流雲層 逐漸的開始進入了 所以在今天晚上 仍然有局部性的 真雨現象出現 還是要提醒大家 水溝趕快疏通乾淨 比較重要 接著來看到衛星雲圖了 雲圖上我們先注意到 封面雲帶 現在在台灣的北部的海面 封面前沿 因為吹著西南風的關係 而這季風帶 只要拉進水氣的時候 我們就容易造成 比較明顯的降雨狀況 這也是梅雨的一大特色 梅雨最主要一點 雨不是一直下不停 但來的時候又大又急 還有更重要一點是 梅雨的封面 在進入的時候 伴隨著牆的對流現象 會因為地形的抬升作用 而整個拉起來 所以它的雷震雨 不是只有在下午 而是早晚只要外海有雲層 就容易進入陸地的時候 造成了地形抬升作用 而產生強降雨的現象出現 早上就是一波水氣 現在晚上有沒有注意到 在台灣海峽西南方 澎湖附近 一直到達了香港附近 還有海南島這邊 現在晚上的時候 又有一條水氣帶 正在發展當中了 我們來看一下 現在這個時候的 色調強化雲圖了 從色調強化雲圖當中 我們先注意到這是台灣 有沒有看到 台灣附近的雲帶 現在這量來說 又明顯的增多 最重要一點 現在從台灣海峽西南方 香港南方 這邊又是隨著 這一條是封面帶 封面的前沿的 西南風廠的水氣 又逐漸的把它逐漸的 拉進到我們台灣附近 而在今天晚上 水氣帶逐漸進入的時候 剛好跟我們的地形 產生一個垂直的作用 又會有些地形性 抬升的對流雲層 會在我們的西半部地區出現 所以在今天晚上 上到明天天亮之前 局部地區的震雨現象 或雷雨現象 還是會比較偏多 你還是要特別的留意 而天氣形態來說 這道封面以目前來看 大約會停留台灣上空 一個禮拜 甚至到大約有九天的時間 所以要特別注意的就是 當封面在我們台灣 北部海面的時候 北部容易下大雨 當封面到達我們台灣中部的時候 南部地區就會下大雨 所以要特別留意的就是 封面如果說它整個位置 比較往南移的時候 南部地區的朋友要注意 但今天晚上 封面帶正在台灣的 北部近海的時候 整個水氣正在進來 中部以北可要留意囉 我們來看一張地面天氣圖 這一張是在明天晚上 有沒有看到 北方有個高壓 明晚高壓的逐漸南下之下 把封面往南壓下去了 所以明天的降雨狀況 在中部以北會減少 但南部地區的降雨狀況 在明天仍然會局部性的 震雨比較偏多 小叮嚀提醒你兩件事情 第一個水溝趕快疏通乾淨 因為局部性的大雨出現的時候 水才排得出去 第二個雨區行車 提醒你注意安全